张翰同学聚会合影,同学比张翰还要睡上十倍 张翰同学聚会合影,同学比张翰还要睡上十倍 如果不看张翰的身份证,一点都看不出他今年已经34岁了 这点时间如果不看张翰的身份证,一点都看不出他今年已经34岁了 这点时间张翰跟同学一起在老家聚会,还一起打篮球,并拍下了合照 他笑着说东北人的友情岁月,照片看起来,张翰真的特别耀眼,他们当中好多的同学因为到了中年,已经发福了,只有张翰还是高高瘦瘦的,身材保持得非常好 还可以再拍好几年的霸道总裁哦 明星跟路人甲的区别真的很大很大,看起来特别的残忍 其实站张翰身边的几个老同学,你们的五官跟长相长得并不差,身高也在线,只是要注意锻炼,保持好身材,追上张翰也不是梦想啊,或许还能超过他呢 早之前张翰也晒出过一张同学的合影照片,以前比现在的照片看起来更要惨不忍睹啊,现在仍然是张翰跟他们不在一个频道,不在一个世界上 明星和路人的合照,对路人而言确实是太残忍了 之前林志玲和同学聚会,志玲姐姐感觉自带聚光灯一样,和周围经未分明 林青霞和同学们也感觉是两个时代的人,她和同学们都是六十多岁,虽然同学们包养的也还不错,但是跟林青霞还是不能比较,一个在天上,一个在地上 但跟林青霞一比就逊色了很多,一个还是能再占荧幕三十年的女神,其他同学就是五六十岁保养的还不错的上阿姨 只能说,明星们假然能当上大明星,肯定也付出了很多的努力跟牺牲,能够当明星,确实还是要有资本 不管是在容貌还是身材和气质很多的方面,很多的要求,都是常人无法做到的 张翰因照热搜,网友,明星和路人的区别,真是没人性 张翰最近因参加了同学聚会,一组照片的流出,让人感慨岁月不饶人 但是在张翰的身上怎么没有留下岁月的痕迹呢? 莫不是因为这组照片,说真的小编还真的是不知张翰有三十四岁了 这张篮球下的我们,张翰依秒过人眼球,曾经的我们的友情再一次重现 不得不说,在这些人里面张翰是最显眼的那一个,并不是因为他高 而是因为他的身材,他的模样,站在他旁边的同学不难看出大部分已经成家立业 有的还体现在了肚子上,除张翰高瘦,让小编又想起了这片鱼糖给你承包了 张翰完全和这几位同学感觉不是一个年龄段的人,看起来还是那么的小鲜肉 难道明星都是比一般的人显得年轻的吗? 于是就有网友说了,这就是明星和路人的区别,气质都感觉不一样了 就连年龄差也隔得老远,真是没人性 不过说真的,张翰的同学里面有几位五官还是挺对称的 不过就是身材走样,或许减肥也可以和张翰搭起 哦,真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 真的,外在都不注重了呢 你以为这次的对照,张翰的同学已经惨败了吗?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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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之前张翰和另一帮同学的合照,在一次刷新小编的世界观,都快成悲惨的世界了 真是没有对比也就没有伤害,现在的人才竞争已经够大了 还来个颜值竞争,还让不让人活了? 如果说篮球下的我们是暴风雨,那么接下来的这组就是龙卷风 不多说,看图,图中你能想象到一个小朋友和一群阿叔扎成一堆吗? 感觉是两个世界的人,你看看这穿衣风格,就像阿叔带着自己的孙子来参加中年聚会 还有这发型都快聪明绝顶了,再来看看张翰,明显的小鲜肉 还可以再演多几年的霸道总裁呢? 或者来多几年的古装美男,那也是随手拈来,真的是so easy啊 看了这两组照片,你们觉得哪组更躺枪呢? 欢迎和小鲜分享哦